这六种方法卡特了整整150亿,吉隆坡12日驯政府批准继续建造轻快铁三号线,并将成本价从316亿5000万令吉减少至166亿3000万令吉,内阁在昨天的会议批准了继续建造轻快铁三号线,最后造价为166亿3000万令吉,省下150亿2000万令吉。 图片来源,新旗财政部长林冠英指出,随助建造成本由最初的316亿5000万令吉降低47%至166亿3000万令吉后,全长37公里,对改善交通拥堵问题启注关键作用的轻快铁三号线LRP3计划,将继续落实。 他今日发表文告说,此成本包括所有专案的费用,涵盖工程合约配套沃克帕卡齐,卡克拉克子,征币,项目管理,咨询费,运作费用和间接成本,以及建造期间的利息。 这条新的轻快铁线在竣工后,预料可为200万人提供服务,也就是每乘每小时可运送36700名乘客。 文贯英补充,建造成本降低47%显示新政府是作严起行,以确保英钱,朝政府治理不善,而导致价格过高的各项计划的成本,可大幅降低。 这项成本包括所有工程费用,涵盖但不止是工程合约配套沃克帕卡格,依康克拉克子,土地收购,工程管理,顾问费,运作费用以及建造期利息。 全长37公里的轻快铁三号线是重点专案,用以减缓巴生谷地区从巴生到巴达林在野的交通阻塞,这是人口密集的经济走廊。 图片来源,客卧这条新建的轻快铁线估计每小时每一趟载客量为36700,为这个地区的200万人服务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图片来源,客卧以格拉纳在野轻快铁线为标准,调整轻快铁站的规模及设计,而不是以较大的地铁站规模为标准。 政府也在文告中列出,透过六种措施减少及合理化工程成本,I,将次12套6节车厢列车,减少至22套3节车厢列车。 根据轻快铁三号线的可行性报告,22套3节车厢已经可以硬复估。 下课流量至2035年,直到我们需要添购额外的3节车厢。 随住轻快铁列车厢数量明显减少,列车仓库的建筑面积也可以减少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,以格拉纳在野轻快铁线为标准,调整轻快铁站的规模及设计,而不是以较大的地铁站规模为标准。 爱福取消五个预估乘客辆较低的车站建造,直到有需求时才建。 这五个站分别是,利霍、坦斯亚、SRRM、富基特拉哈以及班达尔博。 卡尼克,B取消一段长两公里的隧道,以及沙亚南佩西亚伦西蛇姆丁的地下车站。 为减低建筑费,将轻快铁三号线的建筑实现从2020年延长到2024年,以 减少为了加速竣工而产生的赶工费用索赔阿克赛来雷申科斯塔茨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